Hello大家好,我是俊佩 这条影片会帮大家总结所有第九季的平衡更动还有新的内容 虽然之前影片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不过是平衡更动的总结,所以还是会说一下 都完全清楚新的内容的朋友可以直接跳到影片的这个描述 首先流传千古的新英雄是王尔基里 Volk的被动是在空中按跳跃飞行 飞行的那一下会有小小的冲刺,但正常的飞行速度绝对不坏 使用的燃料也很多,不会长期留在空中 另外还有一个控降界面的被动 在飞船或者空中重新降落的时候 Volk的界面会标注在他眼中有视线的敌人 还会告诉你这个敌人的距离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被动还会分享给队友 所以跟着Volk一起飞的话,队友也会看到Volk眼中看到的标注 Volk的战术技能是对目标放回 刷出一堆慢速移动的飞弹 飞弹打中敌人首相25 后面继续打中,每颗三伤害 击中敌人会造成被电弧星打中那样的缓慢效果 冷缺时间30秒 待机是可以带领队伍 在原地升空,飞到气球增长高度的120%后重新降落 起飞之前有2秒左右的准备时间 准备时间中,队友可以到Volk旁边按使用 跟向方飞行,升高的速度可以在以下的片段中看看 下一个新的内容是Bullcheck Ball 弓的向害,蓄满气,打身体,打70 打没有头回的头,1,2,3 拉弓拉门的速度就需要1秒左右 可以装备1,2,3倍进 剑的杀剧很小 拿2倍3倍进狙击 也不用调整勾小射击高度去补偿剑的杀剧 弓可以装备两个这季推出的新配件 不过新的配件下面武器更动再说 下一个新的内容就是3打3 经济墙 这是一个永久推出在APEX的模式 推出的时候暂时没有排位模式 但未来会有 经济墙跟大逃杀不同于这个模式 开墙前要用合成材料买装备 免费送的包括护甲、头盔 两克小补、小垫还有被动技能 但武器、其他补品还有其他的技能都要用材料买 想要升级武器就要花额外的材料去买 每升一级会送整套配件 例如是图中、电能升一级、这百仓管、胆下、描具、还有枪托都有 每回合送的材料会根据回合数增加 画面上现在是回合的不同材料 那加上现在可以看到的所有装备的价钱 大家都可以先想一想第一回合买什么 试玩的时候大部分玩家开场都买VOLD还有小帮手 因为这两只武器的铁描还有没有配件的基础素质都不错 不用花额外的材料升级就能有稳定的发挥 竞技场5场上胜 但假如是3比2或者4比3的话就会再胜出一场 比对面多出2分才能胜出 如果真的是均力敌变成4比4的话就会进入咒识战 那一场胜出的队伍直接胜出整个比赛 最后竞技场要注意的有几点 第一是每个回合的武器都会被系统回收 所以要重新买你的装备 敌人在场中掉落的武器也只能在那个回合捡起来马上用 第二是场中有两个补给箱 里面会开到大殿大补还有凤凰治疗包 也会有空头掉落 空头的内容在开场之前会在界面的右下看到 所以下面两个都值得跟队友讨论一下要不要抢 拿到的内容很大机会可以扭转战局 然后就是下季地图的Olympus改变 内容不小但详细还是进游戏看比较实际 但还是有几点要知道的可以几句说完 首先是地图的北方因为Icarus的降落 还有数字的升降让地图按了一点点 另外抢中的气球数量减小了 因为开发者不想太多的敌人靠气球飞去突袭 当然我自己觉得他们私心想要Valk的大技去取代气球 然后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很重要但被忽略的更动 夏季开始降落会有以下的装备 白头盔 护甲 击倒盾 还有两个小垫小补 以后降落不用再脚甲 但这也不是重点 重点是战力品时会小了白头盔击倒盾 而且还会小了很多的白护甲 边上是会更容易找到其他的东西 例如是更高级的甲或者其他的配件 这会让整个游戏的节奏加坏 落地拿到枪就开打 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守资源 平衡更动也快快总结一下 英雄的更动第一个是 所有英雄的低调都拿走了 然后是生命线的被动改走的护盾 但可以同时复活两个 而且觉得危急 还可以取消复活让队友重新开击到盾 QGDog的机器人的回血速度 由每秒5血加到8血 放置的速度也增加了1分之1 搭计的冷却6分钟变成5分钟 内容将会变成有保证 比你现在装备高级的物品 例如召唤空头的时候你有蓝甲 就确保会给你指甲 新完了QG冷却时间 由4秒减到1秒 但一针扣的血由12加到20 所以不能再插针乱跑 可以看一下更新前后的分别 被动回血速度没有变 但更新前 针要等8秒才会好 更新后 针后要等12秒才好 大技也增加了滑翔跳向跳板后 在空中的子弹散射 ROBO的QG大buff 改成了掉出手环后 可以用正常的速度移动 还有滑翔 也改了很多手环 掉出后不能传送的问题 大技的冷却由90秒加到120秒 Horizon大nerf QG冷却时间由15秒加到20 上Q的伤生速度减慢了30% 在Q下面的左右移动速度减慢 可以看一下以下更新前后的分别 的确是一个大nerf 然后在下面最多逗留2秒 2秒后Q会自己把你丢走 轰哥大buff 现在QG冷却由25秒减到20秒 像斑翔的燕那样 用完一颗就会开始回冷却 群学的QG不会再给助攻 半码式的Q还是会有助攻 而且可以扫空头 开空头 最后是武器的平衡更动 和平使者从空头中解禁 换成三重剂进空头 和平自带速度起 数值仔细不说 换回进空头之前的数值 重点是打身体 传重的话99 要打中头才会有机会 直接秒一个 三重剂进空头也有增强 自带72克弹 射速由1.2加到1.3 速留的时间由1.1减到1 开进余速增加 另外两个新的配件 第一个可以把子弹 变成散弹那样射出去 暂时可以装备在弓 还有30-30下 第二个在适当的时候开火 可以增加武器的射速 暂时可以装备在弓 还有削冰上面 Havix起始后座力 变得更容易控制 碰火枪的起始后座力 变得更难控制 30-30射爪的倍率 由0.75加到0.85 开进移速增加 G7开进移速增加 但腰射损确度更低 强弓还有小帮手的暴斗倍率 由2加到2.15 直接拿走窗楼者配件 Mosaic每个胆瑕 由4发加到6发 每枪下面的两颗弹 相向移动 算是变得更准 P2020的向害 由15变成18 但射速由8.5减到6.25 然后拿走的追点配件 还有所有的步枪 包头的向害倍率 由2.0减到1.75 电弧星下季年中敌人 那一下不会再有还输的效果 霸占的那一下还是会有 最后是大塔沙独圈的更动 由第四个圈开始 所有收圈前的时间变短 但收圈的速度减慢 以上是星际流传千古 更动懒人包的总结 祝大家下季爬分顺利 竞技强每场3比0打爆对面 上次影片的2150APEXB的抽掌 得掌者是画面这位 这个频道每周都会推出APEX相关的影片 不想错过的 记得按下订阅 还有按下小铃铛 相片的时候就会收到通知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一条影片再见 Bye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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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